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李超老师 欢迎大家来到YouTube还有脸书 跟李超老师一起学习中文 各位同学,今天是2022年的3月23号 今天是星期三,今天是周三,今天是礼拜三 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新HSK的词汇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新HSK第二集 那各位同学,来听李超老师的直播课 第一件事情就是帮老师点赞 click likes,give me a thumbs up 帮老师点赞,分享老师的视频 share my videos,share my channels 分享老师的频道 让更多的朋友,让更多的同学 一起来听老师的直播课 李超老师的直播课 每天晚上10点30分 台湾时间10点30分 欢迎大家一起来 那你也可以下载这个免费的软件 handbook 那你下载之后 请你使用老师的邀请码 invitation code VIP111 You can support Teacher Richard for free by downloading this free application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非常感谢各位 好,老师跟大家打招呼 第一位同学是嘉嘉 Solom 还有维凯小土豆 Hola Hola 好 还有我们的Hardwin小朋友 春娇 Solatigraf Christina Hello Christina小土豆 维凯 好,维凯你好 还有培静小土豆晚上好 Cartini你好 Thomas Hello Thomas 还有我们的这个新同学吗 不是新同学 Marov Marov你好 Dudu你好 宋平小土豆 Solatigraf 还有丽心小土豆你好 还有我们的Hannah Hello Hannah 玉珠身体好了吗 老师希望你赶快 身体赶快好起来 身体早日康复 好 Sai同学 宜心欢迎你们 好 各位同学 这个按照惯例 好 老师说按照惯例 你们把它学起来 按照惯例 就是 As usual 按照惯例 就是英文的 As usual As usual Usual 好 按照惯例呢 我们要来练习 中文的数字 Hello Darling 小土豆 你好 米蕾 Sawad Mingalaba 还有海山 Hello 海山来自纽约的小土豆 你好 好 还有这位同学是 Nagaha 好 还有 Hello Danny 还有 对 按照惯例 As usual 我们 要来练习 中文的数字 那我们来看看 今天的数字是多少 Hello 贝拉尔 你好 Sawad Asalamun 好 今天的数字是八八九六 八八九六 我们要怎么用中文说八八九六呢 好 好 看一下 八八九六 好 那 请各位同学告诉我怎么说八八九六 好 这个 Norbert Hola Norbert 小土豆 欢迎 八八九六 用中文怎么说呢 好 你们试试看 老师今天跑步 跑了 八八九六步 How to say 八八九六 in Chinese 好 Thomas 八千八百九十六 好简单 今天的比较简单 Kristina 八千八百九十六 玉珠 八千八百九十六 裴静 八千八百九十六 维凯 八千八百九十六 Norbert 八千八百九十六步 加个步是因为老师跑了 八千八百九十六步 步就是steps Steps 好 加加 八千八百九十六 很好 春娇 八千八百九十六 宜心 八千八百九十六 Dailing 八千八百九十六 好 你们都答对了 每天我们都来练习一个数字哦 好 那现在我们就赶快来上课吧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词汇是新HSK 第二集的初级词汇 初级 Elementary 词汇 Terms or vocabulary 好 那请各位同学跟老师一起念 Please repeat after me OK 好 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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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大家 诶 今天的人怎么变那么少了 发生了什么事吗 老师看一下哦 今天怎么那么少人 是不是老师的YouTube坏掉了呢 看一下我的YouTube有没有在 诶 各位同学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 是不是我的这个YouTube坏掉了 我听到我自己的声音了 好 各位同学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有的话你就说有好不好 老师好像觉得声音怪怪的 好 如果你有听到老师的声音 你就说有好不好 老师觉得我的声音好像怪怪的 好 那这个YouTube的朋友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 YouTube的朋友 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 有哦 好 OK 都有听到 好的 老师怎么觉得YouTube怪怪的 有哦 好 那都听到了 好 都有听到哦 好 OK 好 那我们继续来上课吧 第二个词会叫 大家 大家 好 第三个词会叫 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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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特别注意哦 Pay the attention please 特别注意 这个字要念量 因为这个字也可以念量 但是在这里呢 我们要念量 量 好 大量 大量 好 Facebook也听到我的声音了哦 脸书也听到我的声音了 好 OK 没问题了 好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词汇 大海 大海 大海是一个名词 很简单 它就是Sea or Ocean的意思哦 大海 各位同学 你们都看过大海 对不对 李超老师问你们一个问题 请问在你住的地方 可不可以看到大海 请问 你住的地方 可不可以看到大海 李超老师住的地方 看不到大海 李超老师住的地方 住 live 住的地方 看不到大海 请问你住的地方 可不可以看到大海 Can you see the sea The sea in the place where you live 请问你住的地方 可不可以看到大海呢 李超老师住的地方 看不到大海 好 那Sea说 老师 我住的地方 看不到大海 好 这个Christina说 我住的地方 也 看不到大海 好 Henry说 老师 我住的地方 可以看得到大海 Henry你可以说 看得到 就可以了 看得到 老师 看得到 我住的地方 看得到大海 好 OK 非常好 宋平说 老师 我住的地方 看不到大海 好的 没问题 那你们就知道 大海的意思 就是Sea的意思 我住的地方 看不到大概 Norbel是大海 对不对 大海 好 培晋说 培晋说 我住在曼谷 Bangkok 这里也看不到大海 好的 培晋住的地方 也看不到大海 Henry看得到 哇 辩老师说 哇 Henry家 看得到大海 我想要搬去Henry家 李超老师 也想要搬去Henry家 因为大海 很漂亮 大海 非常漂亮 培晋说 我住的地方 看不到大海 加加说 我住的地方 也看不到 培晋说 我住的地方 看得到大海 哇 好棒 很棒 很幸福 都督是看不到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example sentence 对了 大海的major word 是片 piece 有点像英文的 a piece of paper 的piece 一片大海 一片大海 所以你不要说 一条大海 no 你也不要说 一个大海 也怪怪的 我们都会说 一片大海 所以各位同学 major word 一片大海 一片大海 对 很好 无边无际的大海 非洲有 无边无际的大海 非洲看得到 对不对 非洲看得到 无边无际的大海 我们比较会说 一望无际 这位同学 我们比较会说 一望无际的大海 一望无际的大海 我写给你们看 等一下老师会教 一望无际 bound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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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 一望无际 的大海 好 等我一下 好 各位同学 我们比较不会说 无边无际的大海 你可以说 一望无际的大海 boundless boundless 一片大海 时间 为什么会有时间 一片大海就可以了 累 累同学 我们会说 一片大海 like a vast expense of sea maybe 好的 一片大海 不是大海 是江 疑心看到的是 可以看到江 对不对 有点像river river 江 江比较像 big river 江 stream river 江 很好 累 我不晓得什么 叫大海时间 我不晓得什么 叫大海时间 好 来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example 大海里 有很多海洋生物 大海里 有很多海洋生物 好 各位同学 海洋生物 就是海里面住的动物 叫海洋生物 住在海里面的 住在大海里面的生物 叫做海洋生物 各位同学 你知道哪些动物 是海洋生物吗 我们的鱼 是海洋生物 对不对 还有呢 螃蟹 crab 螃蟹也是海洋生物 各位同学 你们觉得 还有哪些动物 是海洋生物呢 螃蟹是海洋生物 对不对 还有呢 老师刚刚还有说鱼 对不对 那你们还会想到什么 海洋生物呢 我们还有什么 海洋生物呢 大海里没有多少山 有海底的海山 有 海山 海里面真的有 海里面有山 有那个海里面的山 有 好 乌龟很好 turtle toytus 疑心答对了 turtle 乌龟 老师刚刚说 螃蟹 crab 还有鱼 fish 请问你们 还有什么动物 是海洋生物呢 海马 seahorse 很好 利心 鲨鱼 shark 很好 鲨鱼 shark 大鲨鱼 giant shark 鲸鱼 very good 很好 我们的Christina whale 鲸鱼 最大最大的海洋生物 就是鲸鱼 好 拼管说鲨鱼 很好 鲸鱼是什么 鲸鱼的英文是什么 scrap scrap 好 对 还有海龟 sea turtle 我们还有海马 seahorse 还有鲸鱼 还有鲸鱼 鲸鱼 对不对 鲨鱼 crocodile 鲨鱼 鲨鱼 很好 Grace 还有龙虾 shrimp 很好 河马 河马不是海洋生物 sai 河马 河马是hippo 对不对 hippo 对吧 对啊 河马不是海洋生物 是海马 seahorse 海马是 河马不是 鲸鱼 鲸鱼是海洋生物 鲸鱼是鸟类吧 dudu 鲸鱼是bird right 鲸鱼是鸟类吧 鲸鱼不是海洋生物 鲸鱼是 鸟 鸟类 宋平说 鱿鱼可以 鲸鱼是海洋生物吗 鲸鱼是 软体动物吧 Norbert 鲸鱼不是海洋生物吧 鲸鱼是软体动物吧 对不对 我不晓得英文怎么说 软体动物 Squid 我不会念的 Squid 对不对 海山Squid 好 蝸鱼是软体动物吧 海豚 Dolphin 对 Dolphin是海洋生物 Dolphin 飞过一片时间大海 Oh 累 如果你这样说 我觉得 这个很像歌词啦 不是不行 但是这个比较像歌词 比较像那个 Lyrics 比较poetic Sounds very poetic 平常说话 不会这样说 海螺 很好 鲸鱼是什么 我不知道什么叫鲸鱼 我不晓得什么叫鲸鱼 贝壳 Good Seashell 很好 甲鱼可以 甲鱼就是乌龟吧 甲鱼就是Sea Turtle 甲鱼就是乌龟 虾 Shrimp Good 很好 Shrimp 虾子 Shrimp 好 OK 很好 你们都答对了 加加说乌龟 蚊 蚊 蚊 可以 蚊 蚊 大龙虾 可以 大龙虾 好 很棒 你们都知道 什么叫做 海洋生物 螺丝 海螺吧 海螺啦 我们不讲 螺丝是一个东西 应该是海螺 好 Grace 我们可以说海螺 海螺 海螺 有海上蝸牛 好 上蝸牛 很好 OK 那我们继续 好 各位同学 我们学过大海 你们也听过海洋 对不对 海 还有羊 海跟羊 有什么不一样 What's the difference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ea 海 and ocean 其实羊 其实羊啊 我们英文是ocean 中文翻译成羊 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 我们通常用海 通常我们会有个name OK plus the name name plus海 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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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ans ocean OK 这个我们念 羊 ocean name plus 羊 ocean 那羊 还有海 What's the difference 有什么不同 各位同学 通常羊是比海 还要大的 usually 羊 is bigger than 海 OK 羊 is bigger larger OK 好 so that's the difference 那 for example 我们说地中海 OK plus name OK 地中海 地中海 Mediterranean sea 你们知道地中海 在哪里吗 有没有人的国家 是在地中海附近的 对对 我看不到脸书的回答 这个各位同学 你们最好是来YouTube 我比较看得到YouTube的回答 这个在脸书的回答 我比较看不到 因为我看不到你们的名字 I cannot tell your name You're an old Facebook user You're an old Facebook user OK 各位同学 你们知道地中海 对不对 对不对 Mediterranean sea 有没有人的国家 是在地中海附近的 说各位同学 你们住的国家 是不是在地中海附近 如果你住的国家 是在地中海附近的话 你说有 好不好 有没有人的国家 是住在地中海附近的呢 我知道有人有哦 有没有人的国家 是在地中海附近的 如果你说 如果有的话 你说有 然后是什么国家 告诉我好不好 你们知道 Mediterranean sea 对不对 在欧洲 在欧洲还有非洲的中间 欧洲 还有 Europe 欧洲 还有Africa 非洲的中间 那一片海洋 那一片大海 我们就叫做 地中海 哦 索马里 索马里在地中海 周围 对不对 我们说周围 like surrounding 周围 哦 很好 索马里哦 很棒 索马里 还有没有同学们 你们还有没有人住的国家 是在地中海周围的呢 Yes you are 有没有人住的国家 是在地中海的周围 有 有同学说 老师有 Morocco 我住在摩洛哥 很好 摩洛哥 在地中海的周围 很棒 摩洛哥哦 surrounding 周围 没有 好 摩洛哥很好 Norber说 有西班牙 对 西班牙呢 东侧的海边 就是地中海 对不对 很棒 利芬 Thank you very much 利芬变成了我的小土豆 谢谢利芬 支持我 土耳其 Turkey 附近也有地中海 很棒 很棒 好 非洲 非洲有些国家 也是在地中海 周围 周围 家家住的摩洛哥 也是在地中海 周围的国家 好像埃及也是 对不对 埃及 还有意大利 还有西班牙 还有希腊 好像都有 泰国不是在 No 泰国不是在地中海 泰国不是在地中海 好的 谢谢利芬同学 好 那么我们还有太平洋 Pacific Ocean 太平洋很大 对不对 太平洋是最大的ocean 最大的海洋 好 所以我们这个叫Pacific Ocean 好 像这个 太平洋很大的 所以羊 usually 羊 is bigger than 海 usually 羊 is bigger than 海 好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 好 各位同学 我们中文可以说 去海边 go to the beach go to the beach ok 去海边 就是你去海边散步 你去海边 晒太阳 我们都可以说 去海边 老师刚刚说 晒太阳 就是 to get some tent 晒太阳 去 晒太阳 很多朋友啊 很喜欢去海边 晒太阳 很多朋友去海边 晒太阳 或者去海边散步 go for the work 不是不是 应该说 那个怎么说 take a walk take a walk 有人去散步 take a walk 有人去 晒太阳 to get some tent 好 那我们来做一道题目吧 喜欢 去 海边 雅正 雅正是我们同学的名字 好 散步 散步 各位同学 这一道题目的答案是什么呢 可不可以告诉我 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呢 柬埔寨啊 哦 不晓得叫什么 好 雅正 喜欢去海边 散步 take a walk take a stroll 很好 裴静说 雅正 喜欢去海边 散步 哇 散步最好了 心情会很愉快 会很开心 穆说 雅正 喜欢去海边 散步 很好 Norbert 雅正 喜欢去海边 散步 永翔 雅正 喜欢去海边 散步 Hathwin 雅正 你的爸爸 Hathwin 你的爸爸就是雅正 雅正 散步 喜欢去海边 Try it again Hathwin 你再试一次 好 Christina 雅正 喜欢去海边 散步 贝拉尔 雅正 喜欢去海边 散步 很好 各位同学 我们中文常常说 去海边 散步 去海边 去海边 休息 去海边 晒太阳 都可以 好 我刚刚说休息 有听过吧 take a rest 休息 Rest 去海边 休息 去海边 散步 去海边 晒太阳 去海边 晒太阳 去海边 晒太阳 都可以 好 好的 那大海是个 general term 大海是个 general term OK 我们再往下看 各位同学 大海呢 是一个比较平常说话会用到的一个词 你也可以只说海 You can just say 海 only OK So 大海 equals 海 Actually 好 我们来做一道题目 一看到大海 一看到大海 好 各位同学 我们这里有一个grammar point 一 就 as soon as 一怎么样 就怎么样 好 这个英文是as soon as OK 一看到大海 然后呢 他 想起 think of 想起 钱 钱 就会 就会 女友 女友 好 各位同学 一看到大海 然后 我们的答案是什么 好 亚正喜欢去海边散步 Darren 亚正 喜欢去海边散步 好 Passey说 散步跟走一走有什么不同 Passey 我觉得都可以 走一走比较cage我一点 但是意思是一样的 我们去走一走吧 可以 我们去散步吧 Passey 意思是一样的 走一走比较cage我一点 走一走比较cage我一点 都可以 都可以 好 永翔说 一看到大海 他就会想起前女友 很好 Norbert 一看到大海 他就会想起前女友 好 Thomas 一看到大海 他就会想起前女友 as soon as E 就 好 Christina 一看到大海 他就会想起前女友 宜兴 一看到大海 他就会想起前女友 好 这位脸书的朋友是 一看到大海 他就会 好 这个要先写他 他就会想起前女友 好 他就会想起前女友 很好 Henry 一看到大海 他就会想起前女友 好 各位同学 前女友就是ex girlfriend 前女友就是他不再是你的女朋友了 他以前是你的女朋友 现在不是你的女朋友了 那他看到大海 他就想起他以前跟女朋友约会的地方 都是在大海旁边约会 所以他就想起了他的前女友 他的前女友长得有点像理查老师 好丑啊 前女友 ex girlfriend 好的 没问题 好 我们的fan 我们同学 一看到大海 他就想起前女友 一看到大海 我就想起我可怜的人生 人生 活不久 为什么要 你就说 这个dudu 你就说人生无常就可以了 人生无常 或者是 人 人生 短暂 人生短暂 为什么 过得这么痛苦 为什么过得这么痛苦呢 人生这么短暂 为什么过得这么痛苦呢 人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痛苦呢 好 OK 好 人生短暂 为什么过得这么痛苦呢 为什么我的前女友这么丑呢 为什么我的ex girlfriend 这么丑呢 so ugly why why my ex girlfriend is so ugly 为什么我的前女友这么丑呢 长得这么像理查老师呢 好 我们再往下看哦 好 那各位同学 海洋 海洋跟海 有什么不一样呢 海洋跟大海 有什么不一样呢 oftentimes oftentimes we use 海洋 in a formal or academic sentence ok so actually when you see 海洋 oftentimes you'll see this term in a book in a magazine in newspapers ok 所以通常他是 海洋是一个比较正式 比较学术上的用法 比较学术上的用法 好 我们英文说 academic academic 就是比较学术 学术上的 比较学术上的一个用法 所以通常你会在书里面 会在新闻里面 会在一些academic 学术上的句子里面 看到海洋这个词 海洋这个词 好 ok 利芬觉得理查老师 长得很像理查老师 很可爱 对不对 好 那各位同学 现在这一道题目 是一个比较formal的句子 比较formal的sentence 比较academic的sentence 比较学术的句子 好 有 地球 海洋 海洋 是 好 这个你们会不会念 这个要念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七十 好 你要会念哦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 各位同学 你一定要会念这个符号叫百分之 这个符号叫百分之 我刚刚说的符号叫symbol 符号 这个符号叫百分之 这个符号叫百分之 ok 这个符号symbol 叫百分之 所以呢 百分之 plus the number 百分之七十 好 利芬说 百分之七十 地球 是有海洋 嗯 不对 利芬 再试一次哦 好 这位同学说 地球 有百分之七十 是海洋 答对了 很好 Hodwin说 地球 有百分之七十 是海洋 答对了 很好 Alice Press 地球 有百分之七十 是海洋 答对 很好 ok 好的 贝拉尔 地球 不是他球 不是his ball 是地球 有百分之七十 是海洋 答对了 Norbert 地球有百分之七十 是海洋 阿能来了哦 好 异讯 地球 有百分之七十 哦 不对不对 不是地球 有海洋 Try it again 异讯 你再试一次哦 宋平 地球 有百分之七十 是海洋 好 Fam 地球 有百分之七十 是海洋 葛威 地球 有百分之七十 是海洋 好 百分之三十 是陆地 好 这个 我们要说 那我们还有百分之三十 是什么 是陆地 好 各位同学 你们要会说哦 百分之三十 是陆地 地球 有百分之三十 的陆地 有百分之三十 的陆地 我们不说土地 我们说陆地 好 要会说哦 好 地球 有百分之 我写错了 百分之三十 是陆地 好 地球 有百分之三十 是陆地 when we talk about land the opposite of ocean 海洋 is 陆地 because 陆地 is also the formal and academic term and it is it is the opposite to 海洋 所以你要说地球 有百分之三十 是陆地 陆地 is the academic term and it's the opposite to 海洋 哦 海洋 地球 有百分之三十 是陆地 好 哈啰 贵方 好久没有看到你了 贵方 好 要会说陆地 陆地 好的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好的 各位同学 How to describe a vast and broad sea in Chinese 各位同学 如果你看到一片大海 哇 这个大海好棒哦 哇 这个大海好美哦 哇 这个大海好大哦 这个感觉不太好 这些形容都不够 我们通常呢 要怎么 describe sea 要怎么 describe大海 会更好 sounds much better 然后你觉得 你一这样讲 人家就觉得 你的中文好棒哦 哇 你的中文 真的好厉害哦 所以你们要学 How to describe a vast ocean 那 不能说土地 土地 is like personal land OK 土地是personal land 我们一定要讲陆地 不可以讲土地 土地是personal land 好 所以各位同学 我们要怎么说 你不要说 哇 这片大海好美哦 这片大海好大哦 这片大海好多哦 No You can use a better description 你可以说 哇 辽阔的大海 哇 你的中文好棒哦 辽阔的 vest and broad 哇 辽阔的大海 哇 你会这样用 你中文就很好了哦 辽阔的 你也可以说 广阔的 你也可以用 广阔的大海 哇 广阔的大海 哇 You are Chinese It's so good 你也可以说 一望无际的大海 哇 你的中文怎么那么厉害啊 所以你要把它学起来 How to describe a vast and broad sea OK 辽阔的大海 广阔的 哇 大海 哇 This one is the best 一望无际的大海 Beltless sea 哇 很棒 一望无际就是Beltless You cannot see the end of something 一望无际的大海 哇 很棒 你的中文就一级棒 超级好 哦 好 好的 可以了哦 一望无际啦 我们比较说一望无际 大海茫茫 一望无际 好 各位同学来 我们再念一次 广 sorry 辽阔的大海 辽阔的大海 广阔的大海 哇 一望无际的大海 哇 一望无际的大海 OK 好的 那我们再往下看哦 听得懂吗 听得懂哦 好 那我们还有一些关于大海的成语 我们有两个非常常用的成语哦 我们有两个非常常用的成语 对 孔永 辽阔的大海 哇 你的中文真好 好的 第一个叫石沉大海 石沉大海呢 你看 石头掉到大海里面了 石头掉到大海里面就找不到了 所以呢 石沉大海的意思就是 这个东西你没有听到回应了 不见了 没有消息了 哦 没有消息了 你再也找不到了 不见了 你再也找不到了 你再也找不到了 没有消息了 那这个成语常常用在信件 或者是消息 或者是简历 哦 简历 你们知道简历 对不对 Resume 简历 哦 我们也可以用在简历 上面哦 好 一望无际不会用来形容钱了 Nober 我们不会说一望无际的电费 不会哦 好 各位同学你也可以用在Resume 好 所以各位同学你可以这样说 这个消息石沉大海了 就是你再也听不到这个消息了 这个消息不见了 听不到了 找不到了 没有人提起了 哦 所以这个消息石沉大海了 那有时候你投简历的时候 那个没有公司给你回复 没有公司要找你来面试 那你的简历也石沉大海了 你的简历石沉大海了 No one No company responds you No company responds you 所以各位同学 你就可以说 我投的简历石沉大海了 我投的简历石沉大海了 没有公司要找我面试 我投的简历石沉大海了 你就可以这样说 我投的简历石沉大海了 没有公司要找我面试 我记了很多 我记了很多resume 简历出去 但是没有公司要找我面试 那我投的简历石沉大海了 所以石沉大海就是你再也听不到 那个消息了 没有人理你的感觉 好 大海捞针老师教过了 我就不再说了 looking for a needle in a hay in a haystack 大海捞针就是很难找的意思 比如说小孩子不见了 或有人被绑架了 大海捞针表示你很难找 很难找 我的前女友石沉大海 不会用在人身上 不会用在人身上 我们都用在像消息 或者是信件上面 才会用石沉大海 再也找不到了 或者是再也没有消息了 好 OK 我们再往下看 好 我们看一下第93个词汇 叫大家 大家 就是everyone 好 这个词大家应该都学过了 这个词大家 大家应该都学过了 对不对 大家就是每个人的意思 其实大家就是每个人的意思 大家就是每个人 每个人就是大家的意思 好 OK 好 这个词大家 大家应该都学过了 对不对 everyone has learned this term right 大家都学过这个词了 everyone的意思 每个人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句子 大家都知道 说谎是不对的 大家 everyone 都知道 知道就是 知道 说谎 说谎就是 没有说实话 不诚实 说出来的话是骗人的 这个叫谎话 说谎就是说骗人的话 叫说谎 是 emphasizing sentence pattern 不对 不对 就是wrong incorrect 大家都知道 说谎 是不对的 好 这个句子没有问题 茫茫大海 大海都可以 茫茫大海 你也可以说 大海茫茫 两个都可以 茫茫大海 大海茫茫都对 好的 那我们的语法 大家都 plus a verb 好 我们用大家的时候 常常会多加一个都 often times we'll add a都 here which means both or oh 中文会这样说 大家都 我们会加个都 通常会加个都 usually we'll add a都 with大家 then plus a verb 好 我们来做一道题目 大家 这个 想法 idea 想法 同意 同意 都 好 各位同学 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呢 有些明星因为抗娟的问题 不会用在人身上 利分 因为石城大海 只会用在news or latest 不会用在人的身上 所以这个句子不可以 不可以 好 我们常常说 想去旅行 每次说完就石城大海 可以 这个倒是可以 这个可以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plan yeah you can say that 好 大家都同意 这个想法 同意 agree 很好 同意的意思就是agree everyone agreed with this idea 同意 想法就是idea or opinion okay 雷 大家都同意 这个想法 很好 Christina 大家都同意 这个想法 所以各位同学 我们常常会用 大家都 大家都 ok in english we don't use 都 we don't use like oh or both in english but in chinese we do 我们会说 大家都 怎么样 怎么样 好 木同学 大家都 同意 这个想法 good 利欣 大家都 同意 这个想法 very good 好 利芬 大家都 同意 这个想法 春娇 大家都 同意 这个想法 好 非常好 你们都知道了 宜欣 答对了 然后 Daren 大家都 同意 这个想法 孔勇 大家都 同意 这个想法 大家都 听你说的 大家都 听你的 就好了 Everyone listens to you 如果你的意思是 everyone listens to you 你就要说 大家都 听你的 大家都 听你的 Everyone obeys you 大家都 听你的 大家都 听你的 Everyone obeys you Everyone listens to you 大家都 听你的 大家都 写 作业 大家都 有 写 作业 大家都 有写 作业 Everyone everyone did their homework everyone did their homework 好 ok 好的 我们再 往下看 好 各位同学 我们 看一下 第94个词汇 叫大量 大量 大量 是一个 形容词 adgitiv 大量 numerous abundant or a lot 各位同学 其实 大量 就是 许多的 意思 许多的 意思 很多的 意思 但是呢 比较正式 一点 sounds more formal ok 大量 numerous abundant 大量 那 那 他的 opposite 他的 opposite 不是 小量 是 少量 ok 大量的 opposite 是 少量 不是 小量 是 少量 好 少量 少量 他去了 厕所 所以我们 让他理解 回来 大家都同意 这个 ok 好 少量 是他的 opposite like few or a little 好 少量 我们中文 还可以说 微量 微量 like very tiny very very few 我们会说 微量 微量 好 所以各位同学 这个你们可以记一下 大量是 很多 叫大量 大量是 许多 or 很多 那他的 反译词 他的反译词 叫做 少量 few or even 微量 微量 means very very few very very tiny very very few 微量 应该说 微 微量 少量 微量 ok 记起来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example 中东地区 有大量的石油 中东地区 有大量的石油 我们都知道 中东就是middle east 地区就是area 所以各位同学 在中东那个地区 in the area of like middle east area 有 有就是layer east layer r 大量的 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 石油 就是petroleum 石油 中东地区有大量的石油 中东地区有大量的石油 好 不是整个的意思 是很多的意思 大量不是整个 是很多 a lot of many or much 很多的意思 不是整个 不是整个 好 很好 春娇这个句子很棒 泰国有大量的森林 森林叫forest 所以泰国有很多树 有很多森林 这个句子很好 各位同学 你们的国家 有没有什么 大量的东西呢 有没有什么 大量的资源 天然资源呢 natural resources 请问你们国家 有没有什么 大量的东西 我知道像缅甸 缅甸是不是 有大量的玉 Jade 有大量的玉 对不对 缅甸泰国 都有大量的玉 有生产大量的玉 生产大量的玉 所以各位同学 你们国家 有没有什么大量 生产大量的什么 生产大量的什么 好 我知道缅甸 泰国 柬埔寨 都有生产大量的 a lot of 大量的玉 大量的玉 生产大量的 中东地区 有生产大量的石油 然后呢 爱尔兰 有大量的田 很好 农田 爱尔兰有 大量的农田 a lot of farms 很好 a lot of farms and fields 埃及有大量的沙漠 因为有很多沙漠 好 有很多沙漠 有大量的沙漠 可以 我的肚子有大量的卡路里 表示你 利芬你胖了 对不对 你吃胖了 好 像缅甸有大量的玉石 还有 还有什么 海里面 大海里面有大量的海洋生物 对不对 海里面 大海里有很 有大量的海洋生物 海 大海里有大量的海洋生物 a lot of 好 沙特有大量的钱 好 OK 钱很多 对不对 日本生产大量的机器 OK 乌兹别克斯坦 有大量的黄金 哇 Really 有大量的黄金 gold 很好 菲律宾有大量的黄金 gold 菲律宾有生产大量 a lot of gold 大量的黄金 伊朗有大量的石油 很好 很棒 大量的就是很多 很多的意思 那它的opposite是少量 even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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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w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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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ttle 你可以说微量 我们也可以说微量 微量 刚刚老师有说过微量 微量 好 少量 微量 好 好 好 各位同学 大量的意思是a formal way to say 很多 or 许多 or 很多 各位同学我们来做一道题目 每年 every year 每年 大量的 a lot of 大量的 购买 purchase purchase 购买就是买了 但是比较正式 购买 购买 印度人 Indian people 印度人 黄金 gold 黄金 好 各位同学 这道题目的答案是什么呢 各位同学 其实印度的朋友 好像结婚的时候啊 都会带很多黄金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印度人 特别喜欢黄金 Indian people love gold very much 我觉得印度的朋友 特别喜欢黄金 gold 好 这题的答案是什么 阿能说 缅甸曾经有大量的大象 可以啊 yes you can say that 好 培静 每年 印度人 呃 我们要先用动词 培静 我们要先讲动词哦 好 宋平 印度人 每年 购买 大量的黄金 很好 Grace 印度人 每年 购买 大量的黄金 很棒 Christina 印度人 每年 都 好 加个都也可以 每年 都 购买 大量的黄金 Thomas 印度人 每年 购买 大量的黄金 海山 印度人 每年 购买 大量的黄金 答对了 Daren 印度人 每年 购买 大量的黄金 好 我们的 Merov 印度人 哦 不不不 我们的时间 要放在 主语的前面 或后面 对不对 各位同学 你可以说 每年 印度人 你也可以说 印度人 每年 我们有两个 position OK 我们有两个position you can say eater 每年 印度人 or 印度人 每年 both are fine OK Meri 印度人 每年 购买 大量的黄金 你也可以像 木这样 每年 先放 可以 每年 印度人 购买 大量的黄金 Blues 20世纪的 旧金山 韬金热 OK 好 Dudu 每年 印度人 购买 大量的黄金 很棒 答对了 好 好的 各位同学 大量的 第二个意思 大量的 第二个意思 就是 generous kind broad-minded 各位同学 如果我们说 大量 第二个意思 就是 你会原谅 别人 你的心胸 很宽广 人家犯错了 你不会骂他 你会原谅他 宽宏 大量 所以各位同学 大量的 第二个意思 就是 you're very kind you're very generous and you tend to forgive people 你会原谅别人 你的心胸 你是个好人 你是个好人 你容易原谅别人 然后呢 你不会骂别人 然后呢 你是一个 generous的人 你是个kind broad-minded person 好 各位同学 宽宏 大量的人 就是一个好人 别人如果犯错了 你不会生气 你会原谅他 你也不会骂他 跟大方不一样 大方表示呢 你钱很多 你会请客 大方的意思是 especially for money when you use 大方 you're generous when it comes to money 所以大方的人呢 你常常会请客 来来来 我请客 我付钱 大方的人是 喜欢帮别人 买单的人 ok 你会请客 it's on me let me treat let me treat it's my treat it's on me 大方的人 大方的人会请朋友 吃东西 宽宏大量的人呢 不是 宽宏大量的人是 会原谅别人的 you are a forgiving people 你是会原谅别人的人 如果别人犯错了 it's ok if someone makes mistake it's ok don't worry 他会forgiving 他会原谅别人 所以这样的人 就是宽宏大量的人 你也可以说 大人有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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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会说 哎呀 我犯错了 不好意思 你大人有大量 你就原谅我吧 如果你犯错了 你可以跟你的朋友说 拜托拜托 你大人有大量 请原谅我吧 you're such a bro-minded person please forgive me you're a generous you're such a generous man please forgive me 你大人有大量 你宽宏大量 请原谅我吧 ok so it's like a begging tone ok if you want if you need someone to forgive you you can say 你大人有大量 请原谅我吧 你宽宏大量 请原谅我吧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要犯错的 你大人有大量 请原谅我吧 你宽宏大量 请原谅我吧 所以你就可以这样用 好 ok 各位同学听得懂吗 宽宏大量 所以大量的第二个意思就是 a generous person broad-minded person ok 大人啊 大人表示这个人的心胸很宽广 is a big figure 大人的意思就是 大人也有很多意思 大人可能是adult ok a grown up and or like he's a big figure he's somebody 大人 somebody ok 所以这个大人有很多意思 可能是一个adult 可能是一个 a big figure a famous person ok someone famous 听得懂吗 宽宏大量 常常这样用 哎呀 你宽宏大量 请原谅我吧 你大人有大量 不要介意嘛 请原谅我吧 哦 对 dudu就是这样用 他是个宽宏大量的人 不会介意的 你放心吧 好 ok 好的 宽宏大量 宽宏大量 哦 大人有大量 ok don't worry 如果你不太懂这个意思的话 其实你只要知道 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这个意思比较重要 大量就是很多的意思 很多的意思 哦 好 好的 那我们来考试吧 大量和大方有什么区别 呃 大量一般不会单独用 我们会说宽宏大量 哦 大量一般会跟成语一起用 大量会跟成语一起用 或跟俗语一起用 ok 大量 often goes with the Chinese idiom or a saying ok so that means generous but 大方 yes generous but it's about money 大方是 但是是 about money 表示如果你是个大方的人 表示你常常请客 你喜欢请朋友吃东西 你喜欢请客 这样的人是大方的人 大量是 大量是 generous 大量是 generous like in personality kind generous broad-minded but大方 means you're generous but it's about money ok it's about money ok 好 了解了 我觉得理查老师 大人大量 可以啊 很好 好的 好的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学习了三个重要的词汇 第一个叫大海 ocean c 第二个 大家 everyone 大家都怎么样 大家 everyone 第三个词汇 大量 a lot of numerous abundant 大量 好 我们来考试 quiz time ok 第一题 这是一片 一望无际的 什么 很简单啊 这是 一片 一望无际的 什么 好 我们的key word 是片 我们的major word 是片 ok 这是一片 一望无际的 什么 好简单啊 好 大海 这是一片 一望无际的大海 vast embaldus 好 malik 这是一片 一望无际的大海 这是一片 这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大海 好 答对了 我们看一下第二题 number two 大海 打量 大家 请 保持安静 请 please 保持 remain or keep 安静 quiet quiet ok like shut up quiet 请什么什么 保持安静 好 各位同学 这题好简单啊 好 立芬 说 请大家 保持安静 不要说话了 请大家 保持安静 不要说话 好 akram 大家 累 好 请大家 保持安静 好 木 大家 我们的这个 宏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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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我们的这个 Christina 请大家 保持安静 很好 异讯 大家 大家 我们的这个 rengin 大家 请大家 保持安静 所以各位同学 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 你会这样的手势 你会有这样的手势 好 这个我们叫gesture 手势 好 当你说 请大家 保持安静 你会这样 你有一个gesture 你有个手势 就是这样 请大家 我们会这样 请大家 保持安静 然后你会有一个手势 gesture 请大家 保持安静 好 ok very good 好 最后一题 the last question 好 大海 大量 大家 缅甸 生产 bbb the 玉石 好 你看到的 就知道 这是一个adgetive 对不对 所以你要找个adgetive 你要找一个adgetive 缅甸 myamore 生产 produce produce 缅甸 生产 bbbb 的 玉石 玉石就是jade jade ok jade 好 缅甸有很多玉石 对不对 泰国 缅甸 柬埔寨 都有生产 什么样的玉石 好 所以各位同学 你看到这个the is a marker for an adjective ok 所以这三个单词 只有一个是形容词 这三个单词 只有一个单词 是形容词 好 Hello gaming desktop namaste 好久没看到你了 好 gaming desktop 好 类说 缅甸生产 大量的玉石 a lot of numerous abundant 很好 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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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lik 缅甸生产 大量的玉石 缅甸生产 很多玉石 缅甸生产 许多的玉石 grace 缅甸生产 大量的玉石 Christina 缅甸生产 大量的玉石 就是很多的玉石 就对了 很多很多的意思 好 这个Evelyn 缅甸生产 大量的玉石 就是很多的意思 好 大量 大量 都答对了 很好 这位同学 amira amira 大量 答对了 alespress 缅甸生产 大量的玉石 好 答对了 很棒 好 各位同学 今天 是 新HSK2 的课程 初级词汇 我们学习了大家 Everyone 我们学习了大海 Ocean 我们还学习了大量的 adgitive 大量的 就是很多的意思 好 那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 各位同学 明天晚上10点30分 李查老师邀请了Ben老师 还有Tom 我们一起来talk about interview 我们来讨论一下面试的话题 We'll talk about interview tomorrow OK 好 那么 我们明天见咯 我们有另外一个 Thomas We have another Thomas 现在有两个 Thomas 对不对 I have two Thomas I have two Thomas in my class OK 好 欢迎你们大家咯 我们明天见 拜拜 谢谢你们咯 明天见 那各位同学 记得帮我点赞 帮我下载 Handbook See you tomorrow 明天见 拜拜 晚安 Polina Hello Polina 好久好久 没有看到Polina 很高兴看到你 Polina 要常常来上课 拜拜